孙恩老师你好 请问如何能有效地帮助孩子在家学习 并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 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计划计划再计划 如果是我今天没有个计划的时候 你从就是生活是会一片混乱的 然后另外还有第二点就是 一定要给孩子做选择的机会 你不要把所有的选择权都抓在手上 其实以前我们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 没什么选择的 他就是几点钟得到学校 几点钟该上什么课 几点钟该上什么课 几点钟回家 回家之后你要安排他去上这个课 那个时候每天上不同的课 回家之后就是吃饭 吃饭他也没什么选择 因为就是你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对不对 然后几点钟睡觉 他没有选择的 今天其实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做选择 就算他做了一个错的选择 每天我们都在家里面 他的选择能错到哪里去 如果孩子在家没有学习的动力该怎么办 如果你今天安排给他安排的时间表示 数学英文数学英文写字 什么你知道今天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他会愿意去做吗 他不会愿意去做的 他不愿意去做的时候 你也很痛苦 大家都很痛苦 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学习变得有趣 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当孩子有 这个东西是一个学习是有 学习是有趣的时候 他绝对就有动力了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一样的 今天你叫我学一个很boring的这个三角几何 天哪 我真的快要去昏倒 但是今天你叫我去看一本书 我很喜欢看的书 那我就很有动力去看 对不对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 是我有兴趣去做的事情 所以把这样子的一个 同样的这个concept 我们要用这样子的concept 来和孩子们预备 他们要学习的东西 好的 谢谢孙老师